陈昌慧报道 而这场欧席会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一举一动 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呢 美国第一夫人秘雪儿不赏脸 没有参加这次的欧席会 彭丽媛是在加州州长夫人的陪同下 逛起当代美术馆 那么东森新闻是独家让观众朋友先赌微快 看看彭丽媛到底参观了哪些内容 大批警力护航下 黑头车抵达美术馆 彭丽媛身穿深色上衣 搭配白色长裙 军高雅献身 再次展现时尚品味 加州州长夫人和美术馆代表 马上热情迎接 一群人在门口逗留了好一阵子 原来门口的雕像艺术品 是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 还是特别为了讨好彭丽媛 一个星期前才临时换上的 她是一个魅力的女人 非常充满 非常智能 她有很多文章的文章 对彭丽媛 葱丽媛美术馆最出名的 就是展出栩栩如生的蜡像 彭丽媛在里面可以看到 大辣辣横躺的仰眼裸女 还有这一对超像真人的老夫妻 这些前卫的当代艺术品 跟打扮入食的彭丽媛 风格不谋而合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旅程太疲累 彭丽媛美术馆逛不到一个小时 就匆匆离去 美国第一夫人密学欧巴马 虽然没有办法亲自前来 陪伴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不过彭丽媛的心情 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照顾要参观美术馆 享受欧习会这一次非正式之旅 以上是东西的林敏锦 红文在Porn Spring的采访报导